我们说 这个RN也可以进行反向传达 但是由于我具有一种什么样的结构 我具有一种叫做 给大家看一下时间轴 对吧 时间轴是这样 是S0 S1 S2 S3 那么就像我们还是用这个给大家画一个图 我们的BP算法在RN里面的图 这里我们说 这里我们还管它叫S 叫H0 H1 H2 H3 H4 对吧 这是我们讲过的计算图 X0 X1 X2 X3 X4 对不对 然后得到的是 Y0 Y1 Y2 Y3 Y4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最后就得到了什么呢 从Y什么来说 P0 P1 P2 P3 P4 那么最后呢 把它汇总起来得到我的最后的Cost Sigma Log P 对吧 那么我看大家看反向传播是怎么样的 好 那么我们来看反向传播怎么样了 主要这里我们把所有东西都加在一起 得到了这个Cost 看看反向传播 用红笔来表达反向的过程 那这时候我是从Cost往回走 先经过这个对吧 先把它推倒 把这个东西推倒对所有的P进行求导 然后推到对所有的Y进行求导 然后从Y我们会往对所有的H进行求导 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我们的H本身取决于什么呢 有H 有我们H取决于G取决于X3 又取决于 我们说又继续于上面的X 下面的X又取决于 另外一次过来的H 反过来呢 我们的H呢 既影响了Y 又影响了下一集的H 因为我们说所有的反向传导 都是从 终点 向起点的传播 从人生的结尾 向人生的起初的传播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人生结尾向人生的开始 从你死去的那一刻 向婴儿的传播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说我们受到H的影响的 H3 受到H3 比如说我们准确的说 受到H3影响的H4 要给H3反向传播一个信号 我们受到H3影响的Y3 也要给H一个信号 两个都要给H一个信号过来 对不对 这反向传播的一个极次的数学公式 对吧 H一个信号过来 那么这个时候H给到的H这个信号 我又会反过来 嗯 再继续往 再继续回传到 影响他的H3 对吧 我从大学毕业到大学进大学到进中学到进小学 叫做逆时间而上 叫time machine 对吧 你知道大家苹果里面是不是有个time machine 记录你过去的文件 你的学过机器猫的时候的那个读过机器猫的人都知道有个time machine 对吧 就是可以沿着时间旅行 对吧 那么这就是一个时间旅行 时间旅行者从时间的终点向时间的起点回溯 但是我时间旅行的根本含义就是一个back propagation 叫反向传导过程 因为反向传导必然的要从终点向起点进发 那么反过来呢 当然这里我反过箭头也会传到AX对吧 这就是我的反向传导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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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线图 那么大家注意 这里面与前向前向网络区别就在于这个箭头 这个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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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反向的时间时间反向的箭头 所以这个算法就叫BPTT 那么它是BP算法的一种 但后面加了一个T 两个T代表什么 这绝对不是两个光棍的意思 一个是through 一个是time 穿越时间的爱情 OK 这就这么美好的一个过程 但在数学上 最后写出来一点的雾霉 大家注意 好 那么这是往回穿越的这么一个过程 而这个东西是它标志这个算法 与其他的BP算法的根本区别 就是这个小小的从时间反向的箭头 OK 那么我们来推理一下 你们的数学公式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这个很长 大家注意 公式很长 注意 否则的话 你会被淹没的 好 那么我们就真刀真枪的 对这个计算图的 这个反向求导的过程 求T度的过程 给大家算一遍 首先我们的cost 等于Sigma 负的 log p 怎么样 logpi 其实 但它的本质不是pi 是p label 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式子里的 这是对时间的求和 时间的求和 这个式子里面的这个东西 我们说这个叫做什么 最大自然性的加个负号 或者又叫做交叉商 对吧 你要去查书 这个叫交叉商 它描述的是 我的这个概率 我们这个概率是用模型给出来的概率 和我的这个真实的数据 因为人家叫label y 这是我真实的数据 对吧 数据是x1 y1 x2 y2 这样排下来的 那么他们之间的一个距离 或者说模型跟真实的距离 就是说模型所描述的世界 模型所认为的这个我们真实标签出现的概率 我们模型越假 这个概率就越低 模型越真 我们说在最真实的情况下 我们模型正好能够百分之百的预测 我们这个标签会存在 就这个label y会出现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模型就是完美的预言者 那么它的损失理应为零 就是完美模型 我们反复讲的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